中超联赛第二十轮一场关键的对决告一段落 传统的金金得比 在天津太达的主场展开 最终太达主场没能抵挡住领头羊 北京国安的枪大攻势 2比5败下阵来 而在比赛过程中 北京国安的巴西国脚 奥古斯托 展现了出色的个人能力 上演职业生涯首个帽子技法 不过 国安当红星星巴顿的爆发 更值得中国球迷感到高兴 22岁的巴顿在上赛季就已经崭露头角 上赛季他代表国安出战17场联赛 就打进一球并送出一次助攻 而本赛季国安由于引进了国脚及星星为嗜好 加上年轻的门将多全博 占据主力位置 巴顿的出场时间受到了大幅度限制 联赛的20轮只获得了4次首发出场的机会 本场比赛由于为是好和郭全博的缺阵 巴顿终于获得了难得的首发机会 巴顿继上轮联赛进步登场 展现良好状态之后 这场比赛再次迎来爆发 在比赛第24分钟的时候 他就送出一记精彩绝伦的助攻 正是巴顿在前场接到队友的传球后 送出一脚斜传球 皮球穿越了天津泰达三人的防守阵线 准确找到了前场的外人奥古斯托 帮助后者形成单刀球机会并顺利破门 将场上比分扳平 奥古斯托在进球后 也是主动感谢了为他送上助攻的年轻队友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巴顿的表演并没有结束 仅仅12分钟内 他就再次制造了球队的第二个进球机会 正是在比赛第35分钟的时候 巴顿经典前超到进区内 随后他接到队友巴卡布的横传形成绝佳的机会 导致泰达后卫曹阳身后犯规 助裁判在看了回放之后 给了国安一个点球机会 而奥古斯托也一蹴而就将比分反抄 可以说 12分钟内读到二球的巴顿是本场比赛 国安最关键的国内球员 他的表现也让人重新看到了国足未来奉献的希望 恐怕逆巴顿这样的状态 即使维士豪回来也要给他当一阵子替补了 老邱中抄球瓶 原状态